實驗3的實驗部分請同學要用電腦自己完成 完成之後直接上傳捷報就好 不需要到教室來DEMO 那總共只有三題 第一個是分壓電阻 第二個是RC 第三個是RL 那在分壓方面請同學回憶 在認識儀器1的時候我們有使用三用電表 那我們測量的是兩個一樣大的電阻 它形成的分壓網路 那今天我們假設電壓計可以等效的成1m的電阻 那這個電阻來自於電壓計本身的內阻 那在第一個條件下我們是選擇中黑中金的電阻 來進行實驗 那請各位同學就是用SPICE去模擬 並且得到R1跟R2的跨壓 那把你使用的電路設計圖還有你在量測的時候要用到的一些標籤都附在檔案裡面 那在第二小題的部分我們是把R1跟R2都換成中黑濾金 那量測的過程也還是一樣 先量測R1的跨壓再量測R2的跨壓 那在電壓計的等效方面 就是把它用1m的電阻來取代 那在測量的部分 因為我們分別針對兩個電阻做兩次的不同條件的測量 所以在電路圖方面 總共會有2x2 4種電路圖 那務必要記得 在 繳交這個電路設計圖的時候請你要附上量測的一個標示 那在我們這邊建議的模擬方法最好是用.op 點op的模擬方法 你就可以直接在電路設計圖上面標示各點的電壓情況 那我們得到了 VR1 VR2 它在100Ω還有1MΩ的條件下的結果 那你就可以去比較一下跟實驗1的第三題有沒有什麼差別 那你有沒有什麼發現 實驗2跟實驗3非常的相似 一個是RC電路 一個是RL電路 那同樣它都會有所謂充放電的效應 那各位同學就是用spice去把電路接好之後 針對這個V1 在兩個不同電路下 有不同的輸入條件 那務必要把它設置好 同時在寄生的特性方面有一個串聯電阻50Ω 請你務必要把它設定進去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在 不管是RC或是RL電路中 看到這個充放電的現象 那其實是為了要跟接下來的第四次實驗做一個比較 那我們觀測的波形 主要有 輸入點NodeIn 還有輸出點NodeOut 那在這邊的話請你 把這兩個 觀測點的波形 放在同一個圖裡面 然後同時要注意到 我們在觀測波形的時候 這邊只使用一個週期就好 不需要將圖充滿很多週期 只要有一個週期就夠了 那你有波形圖 那自然一定會有所謂的電路設計圖 那請你一樣也要把電路的設計圖給附上 那實驗3也是跟2一樣 那務必記得它是RL電路 然後在頻率方面的話這邊是50K 那如果我們切到spice之中 我們在一個新檔案觀察一下這個設定的方法 在這邊有一個叫做resistor 這邊是capacitor 這邊是電容 那這邊有一個inductor 這是電感 對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實驗2實驗3 要去使用的一個零件 請大家要好好練習